大家好,我是蔡森森 我是蔡太太 我是蔡媽媽 我是蔡大哥 歡迎收看我們的頻道 喜歡我們頻道記得訂閱 今天我們從花蓮到台東 我走台十一線 我們之前有拍過好幾集的 蘇花蓋 然後蘇花蓋就從蘇澳一直到花蓮 然後我們就停在這個海雅谷的這個地方 那我們今天就直接住在海雅谷的隔壁 有一間叫麗社 它是票選說是台灣十大爛漫民宿 爛漫 我們昨天就已經先在這裡爛漫住了一晚 所以我們在這個行程就從爛漫開始 好爛 爛漫 他一樓進來的那個起居室 就是那個大廳做的有點像國外的感覺 我們今天從台十一線 就是俗稱的太平洋公路 一直走到台東 今天就為各位採線看看有什麼是好玩的 有什麼是不要去的 好 那我們就出發了 我先帶孩子囉 上次山林溪沒跟到 台東沒跟到 現在跟到了 現在第一站來到了牛山呼庭 這個景點呢在Google map上面是非常爭議的景點 有的人直接覺得很讚 有的人直接給一顆心 我們今天就來為各位採點看看 我的路不難開的有點比司馬庫是還難開 但是它比較短啦 那不好開 然後開下來之後它就在海邊 牛山呼庭呢 當然顧名思義 就是這邊是放牛的地方 然後呼庭呢 就是他們的族語 就是自由自在所在之地 剛剛你有看到旁邊有很多的這個 漂流木 對 這裡有很多就是他們藝術家用石雕 還有這個漂流木做的 那我們就進來看看牛山 呼庭 幻夫海灘 你如果在Google map上面 你會看到一個寫幻夫海灘 哦 幻夫海灘哦 是就是太陽很曬 曬到你的皮膚都脫皮 然後你就來這邊幻夫 不是 這裡因為它的海岸哦 它不是純粹都是沙子 它是有礫石 所以有些時候一些風浪來的時候 它會整片都變成比較偏礫石的 所以有些時候又變成了沙灘 那一下礫石一下沙灘 他們就把它取名叫做幻夫 像果酸幻夫一樣 一下坑洞一下平 一下坑洞一下平 陰晴不定 這個可以住宿 有兩人世界 還有四人房 然後裡面沒有電視 沒有冷氣 就只有溫暖的背 還有床 哇塞 阿嬤 你要去上面看看 走 我們去 好啊來啊 一二三 哇 哇 這真的是放牛的地方 牛山 在這個靠近海邊的地方 還有一片這樣子的草地 很不簡單 蠻不錯的 哇 這邊就可以看到這個海耶 直接在這邊 這個超值套餐看起來不錯喔 但是我們是只有喝飲料啦 這裡是真的室外桃園 對 有山有海 裡面很冷靜的 很漂亮 很漂亮啦 海邊喔 這麼靠海邊的地方 竟然還有一片大草皮 覺得還蠻不錯的 至於門票跟裡面的消費 都見仁見智啦 一百塊一個人 然後可以全額底消費 但我覺得還可以啦 我覺得還OK啦 人家還要維護裡面 班淑寮18號橋 分新橋跟舊橋 這裡其實是一個很小的景點 一般如果你沒有聽我介紹 你就會直接開過去 我也是這樣開過去 這裡有一個號稱 跟太魯閣一樣的峽谷地形 我是覺得他寫的是 怎樣 看到了 好漂亮喔 他媽媽現在事業做很大 一下來就要趕快用手機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哎呦 哇 怎麼漂亮啊 對啊 他說這是 媲美泰魯閣的峽谷 這樣喔 你有看到那裡有一個 武功高手走的樓梯嗎 哎 有啊有啊 哎呦哪呢 真特別捏 班淑寮 你以為慘班淑 其實他這裡原本在阿美族的這個名字呢 叫做 就是有竹林的意思 對 都市有都市傳說 那在這個部落裡面有部落傳說 相傳呢 他們以前在這個地方 你要當Chief 你要當這裡的頭目 球長你就要具備一個功能 他們就要用那個竹竿 從這個峽谷的這一邊 撐著竹竿喔 可以越到對面去 如果你越到對面去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成為頭目球長 古往今來非常多人 試這個事情 很多人就因為這樣上命嘛 下面的竹子越差越多 最後就成了一片的竹林 那這裡呢就有一個牌子就寫的叫做 以永成林 這裡 它的高度是70公尺 寬度是45公尺 基本上要撐竿跳過去 除非有非常狹窄的地方 否則是 非常困難的 這裡呢 就是還有一個這樣子的休息區 天下地方 這就是小地方 大家路過 就是可以看看或知道一下 來了 這個法夾灣休息區 八旗 非常漂亮的一個地方 大家這邊可以整個看到下面那個 激起海灣 它這裡就是 號稱說是整個我們去台11線 海岸公路的最高的觀景點 然後接下來就整個 我們就會往下開了這樣 漂亮耶 然後整個在這邊看到這個 激起的這個海岸 然後最前面那個就是石鼻 嗯 好的 我們現在要繼續往前面了 他接吻站旁邊有間餐廳啦 只是說他沒開 怕要公休 法夾灣 八旗休息站 法夾灣休息站 我現在在激起的 冰海休息區 哦這裡弄得還不錯 一個餐廳很大 然後廁所 平車場 那餐廳今天禮拜一休息 就是一個海灣啊 那現在看是有人在衝浪 冬天 真的是對衝浪的心不減 好的經過的時候可以來看看 很小的一個路過景點 我看過公略 所以你進來你直接開到最底 能躲底就躲好躲底 你就可以省去走很長的一條路 呵呵 所以我們就現在試試看 哪裡是最底的那一格 我看來是這裡啦 我們現在在青不知子海上古道 那現在大哥已經到了他五歲的時間了 對 我們現在所使用的是網友在YouTube留言 推薦我們要用的背帶 沒錯 你們推薦的我們都會接受 還買了兩組 一次加購兩組 很像那種競選的那種用的 很像還不錯耶 這個青不知子古道 這以前叫做青不知子斷崖 這個古道是後來是近幾年的時候蓋的 以前最早的時候 是走剛剛看到的那一個新基隧道 那現在被新封隧道替代了 那在更早之前呢 阿美族戈馬來人呢 他們要通過這個地方 他們就要走你現在看到的這個地方 只是他沒有這個步道 所以他們就要有點像是半攀岩的 在這一個懸崖邊這樣子走 然後有一個媽媽抱著孩子 走了這個步道 後來一轉彎的時候 媽媽轉過來孩子不見了 所以這叫做青不知子 因為前一陣子他蓋好有名的 就是現在前面看到了 他用強化玻璃 透明的讓你走在空中 變成空中的一個步道 還好現在這個玻璃已經有夠夢霧了 不然這以前這個玻璃是透明 小心 誒媽媽會怕嗎 這一個步道呢 他有號稱是台灣 步道界裡面最驚險的 的一個步道 因為他剛蓋好兩個月的時候 強化玻璃裂了16塊 所以你看我踏在這裡就比較安全一點 你那裡就是比較刺激一點 但是列的強化玻璃 是列在那個星際隧道裡面的強化玻璃 那這裡呢 只曾經列過一次 就是上次那個落石掉下來的時候 但是人家說是不用緊張 是因為這強化玻璃有三層 啊 不可以騎這裡下廚古 因為你最近的體重是有比較直線上升 尤其吃了這個年夜半之後 海上的古道也很出名的就是說 他剛蓋好之後的兩個月 他的收入1300萬 對 創下豐冰箱以來最成功的一個觀光設施 可以喔 嚇得重力 不要跟蔡媽媽站在同一塊 他最近那個飲食做得很好 你去站在那邊幫你照一張啦 蔡媽媽走得如此小心 你就知道最近他的飲食 走到鏡頭就進來了 星基隧道來的 這裡裡面呢 隧道就變成了一個他們展示 地方 這旁邊這個也是很漂亮 剛剛這個廣播也有在講到海盜洞的事情 就是我們剛剛在下面 他有一個很大的海石洞 海石洞挑高超高的 船都開進去 所以當初荷蘭人來到這邊呢 然後躲避這個強風啊 然後他們就躲到這個裡面 然後據說啦 有海盜在這邊 然後他們船就壞到這邊 所以裡面就藏有很多的這個寶藏 寶藏你要去嗎 他就是我的寶藏 嘿嘿嘿 好了這就是清不知止的海上古道 我覺得小小的短短的啦 然後40塊OK啦 停車 停車50 然後進來這樣子40塊 繞一下看一下OK啦 那走到旁邊蠻漂亮的耶 對 新設梯田 這梯田除了下面這一塊還有上面 這裡應該是他的裝置藝術的地方 梯田在前面旁邊 這太陽大道都晒到都打噴嚏 這到底是不是那個農曆過年了 熱成這樣 我想把我短袖拿出來穿 哇 走囉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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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溪媽媽在裡面放屁 這個新設梯田喔 他說是整個全台灣靠海最大的梯田 最大耶 現在因為他已經是耕作完了嘛 這裡是一年一收的啦 新設梯田呢 如果你沒有從空拍的角度看的話 你根本就看不出來它是梯田 所以我們剛剛有飛了一下子 新設梯田 完了之後的路徑上面 台11線 你可以看到一個最近也是蠻夯的一個小點 蠻可愛的叫做全世界最大的消防栓 在哪裡在這裡 就是這一個 他們用這個消防栓的造型 蓋著一個消防隊就在裡面 然後二樓三樓一個地方有一個觀景台 這媽媽媽很久沒有來走海岸公路了 太平洋公路 很漂亮 一面山一面海 真的像這樣看著風景的指揮票價 這是用偶像級的露營方式 是這樣喔 還在後面就... 那是漂亮啦 這像整條路風景真的讓你看不完 你最近胖幾公斤 沒有啦 蔡媽媽穿的這顏色 剛好說後面消防栓的顏色一模一樣 消防園完了 現在到了石門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海石洞 它需要有點下坡 所以大家要走路小心 因為它要領海嘛 那風景也蠻優美的 是因為這就是一個IG點 樓梯長這樣各位 這一下來就到了耶 而且我跟你講這裡齁 你要看海象或天氣的 一不好的話 它就給你圍起來 今天很好運耶 它是有開的 但是這裡就是 如果你有小小孩 或者是年長的人 你就是要小心一點 阿我們是都有 哇好美喔這裡 可以嗎 我可以抱你嗎 這邊 這邊應該可以 馬曲洞在旁邊啦 就在這裡啦 雞釣客的最愛 這裡呢 就是當時海石洞的一個地方 你知道 你現在後面這是哪裡嗎 這是日本 對 因為這是 Martin Scorsese說的 Martin Scorsese說的 Martin Scorsese Martin Scorsese說的 為什麼 對 他是一個大導演 他那時候來拍 沉默這部片 這部片從頭到尾 都是在台灣取景 但是他拍的是 日本 這裡呢 就是 攤拍攝取景很多的地方 這裡的Martin Scorsese 你是要走進來 再往後轉 就是一個Martin Scorsese 他媽媽有發現嗎 那種形狀喔 對啊 像一台Martin Scorsese的 對 喔有像嗎 那就是那個前面啊 對 那這樣那麼軟啊 以前 赛太太也有一台這個Martin Scorsese的 是我 他是Smart 他比較高級 喔 海石洞耶 好漂亮喔 對啊 喔 又天然耶 再慢慢從這個Martin Scorsese的地方走過去 走進去Martin Scorsese 這裡是大導演 Martin Scorsese 來拍沉默的地方 然後他是誰呢 他就是拍華爾街之狼 喔 還有拍神鬼玩家 喔 還有拍無間道好萊塢版 就是那個導演 那部片是非常 Dark的片 主演的人是誰 是最強老爸 蓮恩倪遜 喔真的喔 Martin Scorsese Martin Scorsese Martin Scorsese 我們現在在原先生跟原太太的餐廳 本來我們是要去吃那個什麼項鍊工作室的 但是後來玩過去看這間不錯 查了一下五分的那個點評在Google Maps上面 所以我們想說不然就來吃這一間 加上剛剛去那個麻糬洞之後 太太已經被揉拧了一下 所以我們想說先來這邊補充一下Energy之後 再去實體品揉拧 好色而且好乾淨 對 真的是跟那個Google Map寫的一樣喔 都乾淨然後東西也蠻好吃 炒麵也很好吃 很好吃 喔 尤其在這間環境也很乾淨 對啊 靠海吃海 對啊 我都要好好吃 哇那個曼波魚變得很厲害 這真的炒這個給人家 很好吃 很多的國家 都有很著名的沿岸的那個公路 那這個太平洋公路 就是我們開始以前走起來 真的是有那種國外的那種公路旅行的感覺 伊山邦海 有一些中午宿啊 旁邊又有一些的 很特別的一些 梯田啊 草坪啊 海啊 有人在衝浪 有人在做漁業 不是非常豐富的一個地方 石梯坪 進來要停車付費的 裡面也要好幾家的民宿 然後還有 兩個可以看的地方 一個就是虎穴 一個就是半面山 這邊好漂亮喔 對 後面都整個看到海岸山脈 好不一樣 大哥你說 誰騎摩托車 阿嬤 阿嬤 誰喜歡騎 再說一次 是誰專門在騎摩托車 阿嬤 阿嬤 猜媽媽就是騎這台雲豹來的 這裡好像比剛剛那個麻糬洞 還要友善一點 對我覺得麻糬洞可以不用去 你沒有孩子你可以去 對啦 如果你有老人跟孩子麻糬洞 你就稍微要考慮一下 老的孩子直接來這邊 對啦因為這廁所阿什麼都很方便阿 現在進入 單面山 這叫什麼 車渠背嗎 對 車渠背就是我們那時候去那個 火流 對 那個這麼大 對 這麼大 你不要看他用得很誇張喔 他講的是真的 真的 而且是活的 沒有我這麼大 我比不了這麼 還更大 你的腳是不用打開手就可以了 比我的手更大 真的 而且他潛下去的時候他摸 那個還會這樣 合起來 這裡呢說是 最大的一個天然的地質教室 這裡有海石洞 胡穴 珊瑚礁 車渠背 應有盡有 兩樣土石買一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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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就是對天然的地質教室阿 好 剛剛我們在這邊飛來飛去覺得真的是蠻壯觀的 十梯坪 真的是像十階梯一樣齁 一階一階的 但是這裡就是小朋友你要控制他 喔 不然這個切胸不得了 真的 那你剛剛說那個是什麼 半面山喔 半屏山就是這樣 你這個喔 你這個叫做高雄半屏山 那你要抓我的天間嗎 那你的行為叫做阿山 風景很漂亮 有一點像去壓力有那種感覺 對啊 很接近海賓 那你今天穿消防隊什麼 用草的用草的 這一個人要自己一直跑 好 GO GO 去哪裡 我 只能在草地上追 來了我們現在在金剛好市館 我們今天晚上入住呢 就是在金剛大道上面的民宿 那我們今天從找到完 走這個台11線走到了現在是一半 對 那只差一個景點沒有去到就是月洞 明天繼續走太平洋公路了 這是我們今天住的 這一間不錯 框間很寬敞 也是住在金剛大道的旁邊 然後它中間做兩個大床以外 它中間還有一個這樣的區域 然後就朝著這一面然後看出去就是海 喔咦 這是廁所 蔡包包在裡面散發出臭的 我真的有名牌耶 要用別的 這是剛四分 蠻大的啦 對 算是大 好的 我們就繼續休息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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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Let's go